嗨,大家 我是快樂大學Habinders University的熊仁謙 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 是從矽谷各大公司最受歡迎的一門課程 學會人生最寶貴的一堂課 近期有一本書 叫做《Google最受歡迎的正念課程》 裡面講的是近期在矽谷各大公司 甚至包括與知名上市上跪世界文明的公司 像Google、Facebook這些公司裡面 他們在培養內部員工 尤其是為未來接班人才的這個訓練上面 最受歡迎的一門課程 叫做正念或者翻譯為Mindfulness 正念其實是來自於古老東方 內心治療 治療我們內心以及情緒的一種方式 所謂的正念的根本理論 並不是我們以為的正向思考 或者是正面看待人生等等 正念的根本理論是專注以及察覺力 專注的力量我們在之前一支影片已經介紹過了 專注能夠有效幫我們解決各式各樣的壓力 能夠讓我們舒緩我們的壓力 以及讓我們不再一直想像各種的念頭 我們剛剛談到了壓力的來源是念頭 那麼在念頭會引申出很多的情緒 我們都知道我們人每天會有各式各樣的情緒 從早到晚不管是快樂、悲傷、憤怒、失望等等 會有很多的情緒 但是呢我們往往並不知道這個情緒本身是什麼 舉個例子來說吧 有一次我前陣子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去一間酒吧 那天很多的人好像是一個特別的party 所以有很多人參加 裡面塞滿的人 經過舞池的時候我不小心可能太擠了 就碰到旁邊一個男生 他很生氣他轉過來就推了我一把 然後就下意識的說 台灣人吵架很會說一句話 就你怎樣啦怎樣啦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心裡面的想法是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緒 或者說怎麼樣的事情讓他如此的憤怒或是不安 是因為他覺得他原本站得好好的被推了 他有一種不安全感 還是可能他今天剛好就是情緒心情不太好 他就是單純覺得說碰到他的人 他都會倒楣 他就想要宣洩他的情緒 或者是他酒喝多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等等我就想了很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就是說一個人表現出的行為 不論他多麼的激動 或者是多麼的有傷害性 其實背後都會有一個情緒在那邊作祟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常常不知道這個情緒本身是什麼 所以我們都只能用發泄的方式把它給倒出來 再舉個例子來說吧 我們在小時候一定會看到班上 可能在國小高年級或者是國中的時候一定會班上 可能會有看到一對男生跟女生互相喜歡 然後大家都知道 那同學們可能偶爾就會把這些拿來開玩笑 就說誰誰誰喜歡誰誰誰這樣子 但男生到最後就會因為一直被講 然後感到很不開心或怎麼樣 可能就會奪門而出 其實他可能這個情緒本身是害羞 他可能不喜歡被人家講被人家嘲笑 但嘲笑他的人是這些同學們 但這個小明他可能就會誤會 在他反應的時候他不會宣洩給這些同學們 而會去宣洩這個喜歡他的女生說 都是你啦害我現在這樣很尷尬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不了解自己的情緒 導致我們在表達上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的發洩跟宣洩方式也會出很多的問題 我們剛剛舉的小明的這個例子 他不知道自己的情緒 所以他做出的反應 或者他不知道怎麼做出反應的這個例子 就好像明明造成你痛苦的是A 結果你去開槍打的B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能夠覺察或者是認識到自己這個情緒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能力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分成三個步驟 來讓我們透過於覺察自己的情緒 而減低與其他人的衝突 首先我們要知道我們現在感到的情緒 這個憤怒或者是這個最主要的情緒本身是什麼 基本上人的情緒可能就分兩種 滿足以及不安 其次呢我們要知道這個情緒的來源是什麼 第三個是我要怎麼樣去應對這個來源 像我們剛剛舉到那個小明的例子 他感到的情緒可能是害羞 這不一定是什麼負面的情緒 他感到的情緒可能是害羞 可能是憤怒可能是生氣或是悲傷 但是剛剛那個例子來看應該是害羞為主吧 當他知道這個情緒本身是什麼之後 第二個他要去探討這個情緒來源是什麼 他的這個害羞來自於同學取笑他 來自於同學對他說了什麼 或者是笑他等等這些行為 而不是來自於他喜歡這個女生對他說了什麼 或者是他跟這個喜歡的女生在一起 在他知道他情緒來源是來自於同學之後 第三個是他怎麼樣去跟同學應對 怎麼樣應對才可以取消他這個害羞的情緒 他可以躲避 他也可以正面的去迎擊 或者是他可以等待 讓這個取消漸漸的變成不是一個話題 被其他話題給掩蓋等等 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但這一切的應對以及一切的解決方式 都是建立在他知道自己那個情緒是什麼 這一個基礎之上 所以認識到我們自己的情緒是什麼 可以幫我們解決人生的許多衝突 而人類基本上所有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跟互動 都是來自於我們不知道這個情緒是什麼 但是我們下一次就要反擊 因此出現很多的衝突跟對立 所以呢 認識自己的情緒 知道自己的情緒 能夠讓我們更加的快樂 如果你對於像我們剛剛談到這些 如何面對壓力 解決念頭 甚至於處理情緒 認識自己這些主題 想要更多認識的話 我們未來將會有更多相關的主題與介紹 這些主題與介紹 不一定跟我們的時事有絕對的關聯 但是與我們的人生卻有密不可分的影響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到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臉書跟Youtube 按讚加分享喔 試試看吧 你會更快樂的 Give it a shot 你會更快樂